音乐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国际电视台 CCC TV的国际电视周刊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Rebecca 这个星期多伦多的文化生活 是特别的丰富多彩 有许多世界各地的大明星 都光临我们这个城市 特别是在咱们华人社区 广大民众更是能够 大饱眼福和耳福 说到大饱耳福 人们首先想到的呢 就是郭德纲的相声表演了 郭德纲不仅带来了 德云社20周年的相声大会 而且还接受了 咱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的 独家采访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多伦多市中心著名的主流剧场 Massey Hall 完全成了中国人的天下 数千人的剧场 坐无虚席 郭德纲率领弟子们 以极大的热情 回应着观众的掌声和呼喊声 郭德纲一千代 小德云社400多相声一人 向我的一师父母致敬 谢谢郭德纲 这是郭德纲和弟子们 为庆祝德云社成立20周年 在海外的第一场演出 期待观众们热情一点 因为今天正好德云社20年大庆 满村去演出去 这一战很重要 因为加拿大四年前来过 好几年没过来了 很开心 能跟大伙一会儿先面聊天 郭德纲和弟子们 这次的演出是商业性的 没有安排正要的演讲和献花 但是本地的不少政府代表 也都到场表示支持 我听过他的相声 但是我觉得这次是德云社 成立20周年的北美巡演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相声艺术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 最近一段时间 多连多地区的文艺活动非常频繁 这充分说明中加两国文艺交流 发展得非常迅速 我也祝愿两国的文化交流 在现在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更广阔的空间 刚思 我是郭德纲的粉丝很多年了 因为相声 传统相声是我本来读书的时候 就比较喜欢 那德云社走到今天20周年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相声呢 它里面的文化底蕴非常重要 金丁相声 经常能听到一些中国文化很浓郁的地方 我觉得这方面呢 对我们特别是我们海外华人吧 对自己祖籍国的了解 是非常有帮助的 嘻嘻哈同时也学了不少东西 所以我很喜欢听郭德纲 也很喜欢宇谦老师 喝酒抽烟烫头发 就是算些事情 都是她的爱好 对 期待今天晚上 这刚才我媳妇说 高峰的媳妇也说 孙悦的媳妇也说 都是别的媳妇说 很多说相声媳妇都没有说过 海上在直飞北京到多文多的航线 那么跟这次德云社20周年 全球巡演 特别北美的第一站在加拿大的多文多 那是不谋而合 我们也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 能提供我们的空中服务 给当地的我们的华人 奉献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 也是倍感荣幸 我来帮她爸 我来帮她 我来帮她媳妇走着 我来帮她不是 听着就这活 谁在这 谁在这活 这跟我们唱京剧一样 这跟京剧怎么一样 京剧艺术家唱小声的 九十五了你上台 演的这活也是个儿子 对 他没胡子 五岁小孩唱京剧 带着胡子上台 五岁唱台 他演的也是个爷 你做点活呢 我们这个玩意 他怎么说 有时候没法弄 人家看电影 看电视剧 人家都有一个 能容忍的心 怎么叫能忍的 你比如说你要是看电影 基本上都是的 我们对郭德纲 因为我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地方 南方北方都有 但是我觉得是不分地域的 大家都很喜欢听像人 感动不感言吧 姓王的王 高尚的尚 举重的举 我这叫这个 王上菊 前些日子 嫂子上医院去 诊她身体 哎 咱这人到一定是有这个前列线的 对 没听说 女的得什么前列线 一眼尿 端一杯尿 一大帮病人都蹲那儿 都排队 等着护士叫 叫号 哎 护士拿单子 王上菊 嫂子在后就没听见 那些个病人都听见了 王上菊 耳朵还真好 王上菊 听话 王上菊 最后一句少听见了 爆 主要是下辈子当了皇上 你就是我大太子 包括 我呢 你是我二太子 不行 这个时候又瞎说了 你这不是把那 拿起来就说 不是吗 凭什么你是大太子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征兆 你是大的 我这 根据在哪呢 你疯了吗 你 干嘛了 你有点重 我凭什么 你们都不能是大太子 对 对 对 郭德纲啊 真是太幽默了 尽管他现在因为和弟子曹云青的纠纷 闹得是沸沸扬扬 但演出现场 丝毫也看不出这对他有任何的影响 真是内心超级强大 有目有 好了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以后 我们来看看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的话题 我们一会儿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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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